东北角风管处从5月开始推广辖区内的神台步道 结合践行笔记APP发起搜集步道宝石抽好礼的活动 另外在笔头角的廷涛营区5月起也有咖啡店进驻营业 笔头角步道是疫情期间许多民众踏青看海的好选择 只是步道长缺乏休息补给上厕所的地点 因此东北角既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活化整修了原本的废弃军营 并在5月借由咖啡店加进驻 完成步道上一个风景明媚又别具军事特色的休息站 东北角管理处为了让笔头步道有一个优质的休息点 所以我们在利用以前海军陆战队的银色 重新修缮上迷彩 增加了粉红色的色系 让游客能够将军事及观光的形象有一个区分 那另外我们在5月1号开始 有一个登山步道的APP 那请各位能够下载有一个寻宝的活动 自5月开始 东北角风管处结合践行笔记APP 邀请民众一同走访辖区内步道 搜集宝石提升等级 还能抽好礼 刚好听陶营区的咖啡店5月开始营运 游客前来笔头脚步道 还能顺便看看望月坡的窃衣草地 和4、5月盛开的台湾原生种百合 沿阵步道走得炎热 来到厅陶咖啡 点一份缤纷的气泡饮或冰沙 便能消消暑看美景 配合当地的那个迷彩的颜色 所以我们做一些比较有颜色的气泡饮 像这样子的饮料提供给大家 那也很感谢那个风管处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可以在这边经营这个咖啡厅 希望大家有空来这个步道走走的时候 垃圾随身细带不要到处乱丢 我们搬运的人也很辛苦 大家共同维护这个环境 谢谢 园区因坐落在山谷间 每天海桃声不绝 因此有听桃的美名 一旁的阶梯步道宛如彩虹般蜿蜒且缤纷 是拍照打卡的热点 园区在夏季每天早上9点至下午5点开放 因店家要行走步道备料非常不容易 请民众除了借用厕所外 随身垃圾请带下山处理 以维护步道休息站的服务品质 记者稍后闻瑞芳采访报道